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是主日 很高兴可以在这边与大家一同来思想 神的话跟神的道 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题目呢 是在试炼中成长 软弱变为刚强 我们如何让试炼成为成长的动力 使我们可以从软弱变为刚强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的经文 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第十节的经文 这段经文保罗这样说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 就过于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异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 凌辱 急难 逼迫 困苦 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 在这段经文里面 保罗提到了面对软弱的态度 而我们今天就要来思想 到底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面对生命当中的软弱和失败 我们今天要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主题 第一 我们要来看见从世人的角度如何看待软弱失败 第二 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软弱和失败的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方面 世人如何看待软弱和失败的 意大利有一句谚语是这样讲的 他说成功有一百个父母 失败却是孤儿 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成功 当我们飞黄腾达的时候 每个人都想要来跟我们攀亲待故 想要跟我们建立关系 可是当我们失败挫折软弱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就会饱藏人间冷暖 处处碰壁 无人闻问 好像个孤儿一样 所以这句谚语反映了成功跟失败 在世人的眼中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 其实在我们华人也有类似的谚语 华人会这样讲 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之 所以十年的寒窗苦读 没有人会来过问 没有人会来关心 只有到了一举成名 科举考上了状元 这样天下人都会知道 哦 原来你很厉害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我们发现 成功跟失败的落差是非常的大的 成功的话 每个人都想要来攀亲戴故 而且一举成名 可是一旦失败了 就无人闻问 好像一个孤儿一样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是非常不喜欢失败的 我们希望拥抱成功 但是我们非常排斥失败 甚至我们会恐惧失败 可是我们要如何面对 生命当中可能会遇到的失败呢 这就是需要我们有属灵的智慧 我们先看看属世的人 如何面对生命当中的失败 可能有很多方式 但是最常用的方式 就是把失败当作是成功之母 希望透过失败 作为成功的垫脚石 作为下一次成功的预备 在瑞典呢 有一个博物馆 叫做失败博物馆 Museum of Failure 什么样的意思呢 这个博物馆 它收藏的物品 都是过去市面上曾经开发过 各式各样的产品 就是各个不同的领域 各个不同的公司 为了创新 就发展出了一些新产品 结果这些产品到了市面上以后呢 不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所以呢 一下子就从市面上下架 就退出这个市场 所以算是一个失败的作品 比如说 大家可以看下面这个发明 这个发明呢 它是一个面具 而这个面具的里面呢 有很多的电极 只要人戴上这个面具以后呢 手按这个按钮开关 一按下去以后呢 这个面具里面的电极 就开始会通电 那因为我们戴在脸上 就会肌肉受到导电 而开始抽动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明呢 这个发明的目的 是为了要通电 是为了要通电 让肌肉收 脸部的肌肉收缩之后呢 产生运动 结果呢 希望能够达到一个瘦脸的效果 把整个脸给瘦下来 请问如果是你 你会想要去买这个产品吗 我想可能大多数人都不希望 买一个产品来折磨自己的脸 让电流通倒在自己的脸上 所以这样的一个产品很快就下架了 于是他也被收入到了这个失败博物馆里面 在这个博物馆当中有许多各式各样类似的发明 后来呢都没有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所以呢就因此而被贴上了失败的标签 不过这个失败博物馆的馆长呢 他收集这些产品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取消这些产品 他事实上照世界的眼光看 他是有一个正面积极的意思 他希望收集这些产品 然后来展览之后呢 让参观的人可以去省思 过去这些产品他们在研发的过程 是哪一个环节没有注意到 以至于产品推出了时候 就面对到失败的命运 希望借此来激发大家 当我们自己想要有一些新的作品 新的创作的时候 应该注意哪些事情 所以他基本的出发点看起来是积极的 希望让失败成为成功之母 但这是世界用来面对失败的方法 而我们基督徒又当如何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失败和软弱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圣经如何看待软弱跟失败 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面对软弱跟失败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我们需要在试炼当中看见自己全然软弱 在试炼当中看见自己全然软弱 怎么说呢 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的摩西 他一生的年日是120年 如果我们把他一生的年日分成三个阶段 三个四十年的话呢 第一个四十年可以说摩西的神声是 I am something 我很了不起 I am somebody 摩西第二个四十年当他到了米甸旷野去牧羊的时候呢 就从I am something 变成了I am nothing 从我很了不起 变成我算不了什么 第三个四十年 上帝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就从I am nothing 变成了God is everything 上帝是一切 所以摩西的三个四十年 可以简单的来说是 I am something 进入到I am nothing 再进入到God is everything 这三个四十年 而当第一个四十年 摩西他是处于I am something的阶段 当时候的摩西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摩西第一个四十年 他事实上是一个很成功的人 他不但是一位埃及王子 而且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 同时他又身强体壮 一掌就可以打死一个埃及人 所以摩西在当时候是有一个最好的条件 当他想要用自己的能力出来服侍上帝的时候 上帝怎么对摩西说呢 当摩西打死那个埃及人 他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上帝有没有对摩西说 哎呀摩西啊 我真是要谢谢你 你条件这么好 还愿意出来服侍 那真是我百姓的福气 上帝有没有这样对摩西说呢 没有 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 当摩西以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出来服侍的时候 上帝对摩西说 你给我走 从埃及王宫 摩西就流浪到了米店的旷野 所以摩西的第二个四十年 就在旷野当中做一个默默无闻的牧羊人 为什么要四十年这么久呢 因为弟兄姐妹 上帝知道 要我们从I am something 我很了不起 开始进入到I am nothing 我算不得什么 中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摩西花了四十年才走完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四章第十节 摩西对耶和华说 主啊 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 也是这样 我本是着口笨舌的 所以一个伟大的埃及王子 学了埃及一切学问的摩西 竟然他承认他是不能言 他不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 他是一个着口笨舌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试炼 摩西第二个四十年在旷野当中 事实上是他人生的最低潮 是他人生的试炼 而只有在这个试炼当中 摩西才能够认识到自己原来是一个软弱的人 所以 试炼有一个功能 他可以光照我们的眼睛 打开我们的心眼 使我们看见我们不过是一个软弱的人 不只是摩西这样 保罗也是如此 在我们刚刚最前面读到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发现 耶稣对保罗说 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可是保罗怎么样才可以发现自己的软弱呢 保罗怎么样才可以接受原来他只不过是一个软弱的人呢 答案在第七节 因为是有一根刺夹在他的肉体上 所以这根刺就成为光照他的一个方式 使他看见自己原来是个软弱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也要做一个省思 在你的生命当中 是不是有一根刺 让你刺得非常不舒服 甚至非常痛苦 所以你跟保罗一样 保罗三次求主 把刺拿走 可能你已经求了三十次 求了三百次了 可是弟兄姐妹 从保罗蒙恩典的经历当中 我们要来看见 原来这根刺不只是他的痛苦的来源 这根刺也变成他蒙恩典的开端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在这根刺的光照之下 保罗才能看见自己的软弱 看见自己的无助 他才能够看见自己 何等需要上帝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身上的这根刺 我们都盼望上帝 早一点把这根刺拿走 但是当上帝还没有 把这根刺拿走的时候 不是上帝故意要苦待我们 甚至不是上帝已经离弃我们 上帝把这根刺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因为他要让这根刺成为我们蒙恩的起点 让这根刺来光照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我们何等软弱 何等需要上帝的恩典 需要上帝自己 这是第一方面 我们必须要在试炼当中 来看见自己是一个全然软弱的人 第二步 当我们看见自己是全然软弱的人之后呢 我们第二个阶段 要在软弱当中全然投靠上帝 要在软弱里面全然的来投靠上帝 我们一起来读两段的经文 第一段在真言十八章第十节 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 一人奔入便得安稳 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 一人奔入便得安稳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发现 上帝的名是坚固的堡垒 我们奔入了就可以得到安稳 第二处经文在真言三十章二十六节 这段经文这样说 沙藩是软弱之类 却在磐石中造坊 这里提到有一个动物叫做沙藩 上帝特别把这个动物的名字列在圣经当中 因为这个动物有一个特别的智慧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沙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 这个就是沙藩 它是生长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一种孽齿类的动物 这种小动物呢 它有牙齿 但是牙齿不尖 它有爪子 可是爪子不利 它能够跑 但是跑得不够快 它会跳 但是跳得不够高 所以你发现 沙藩真的是很软弱 甚至真的是很没用的一种动物 它牙齿不尖 爪子不利 跑得不快 跳得不高 什么都会一点 但什么都不专长 所以遇到任何一种天敌来的话呢 它几乎是必死无疑 可是为什么沙藩能够活到今天呢 它为什么没有被天敌给全部消灭掉呢 因为上帝在沙藩的身上摆上了一个很特别的智慧 那就是投靠的智慧 沙藩虽然软弱 它也知道自己很软弱 可是它知道可以在哪里寻求保护 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呢 沙藩就躲到磐石的洞穴当中 以至于猎食者要来捕食它的时候呢 因为碰到这个磐石的保护 它就没有办法来吃掉沙藩 所以沙藩呢 它本身也是很小心的 当它去外面要吃草的时候 吃一些植物的时候呢 它不是在这个草原上吃完了大摇大摆的 然后大块朵一番再走回家 不是 当它吃了一点食物之后呢 它就赶紧的跑回它的洞穴当中来 来隐藏在里面 然后再慢慢细嚼慢咽来让这个食物消化 它是要尽量减少在外面暴露的机会跟危险 所以我们看见沙藩是一种有投靠智慧的小动物 而对我们人来讲 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这种智慧呢 大家可能有听过 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步道家叫格里汉牧师 所以有人又把它翻译做葛培里牧师 格里汉牧师 他是算是一个很成功的步道家 他在世界各地带领了很多的人来信耶稣 可是我们常常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他背后的那位太太事实上是很不容易 很辛苦的 格里汉牧师的太太叫做路德师母 路德师母呢 他有四个孩子 当格里汉牧师不在家的时候呢 他要独自一人来抚养四个孩子 并且操持整个家务 他常常会觉得自己软弱无助 可是他的先生又不在身边 当他觉得想要找人商量 当他觉得没有力量需要被鼓励的时候呢 他的先生可能正远在欧洲 远在亚洲讲道 当时候又不像现在的通讯软体这么方便 所以他完全没有办法从先生那边获得任何的帮助 而路德师母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他说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投靠上帝 他的家里面有一本圣经一直都是打开着的 当他遇到困难遇到软弱遇到挫折的时候呢 他就赶紧来到圣经的面前来寻求上帝的话 他说当格里汉牧师不在家的时候 他最常把圣经翻到真言这一卷书 因为他说真言这一卷书有三十一张 而一个月刚好有三十或三十一天 他就每天读一张 他在养育儿女遇到一切的困难 他在处理家务遇到一切的难处 他都从圣经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 所以这就是路德师母他的投靠的智慧 他虽然软弱 他虽然无助 但是他知道要向上帝来投靠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样学习这种投靠的智慧呢 当我们一般遇到挫折软弱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反应 常常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把自己武装起来 好让别人不能再来侵犯我 不能再来欺负我 因为不能让别人看出我很软弱 我要装得很坚强 可是弟兄姐妹 圣经的办法不是这样 圣经的办法不是要我们武装自己 好像把自己伪装起来 变得是一个很刚强的人 圣经要我们变得刚强的步骤 是要我们正视自己的软弱 要我们承认自己就像沙帆一样 牙齿不够尖 爪子不够立 跑得不够快 跳得不够高 但是我们却可以投靠在磐石之内 我们可以投靠在上帝 让上帝成为我们的藏身之所 这就是我们在软弱当中 得能力的第二个步骤 就是在全然的软弱里面 我们要全然的投靠上帝 第三 我们在软弱当中 要得能力的第三个步骤 就是在软弱里面 全然让上帝来使用 我以前青少年的时候 很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 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 描述了很多的武林高手 这些高手 他们都有一些自己的个性 往往特立独行 让我印象深刻 而其中金庸有描述到一个武林高手 叫做独孤求败 这个独孤求败 你从他的姓名就可以发现 他是一个武功十分高强 而且很自负的人 他想要求一坎败仗都得不到 表示他武功太强了 而这个独孤求败呢 这个武林高手 当他二十岁以前 他喜欢使用一把清光闪闪 发光的宝剑 这把宝剑锐利的不得了 无坚不摧 没有人可以拼得过他 所以呢 这是独孤求败 在年轻时候用的一把宝剑 可是当他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呢 他的武功越练越强 后来他就不用第一把宝剑了 他用第二把 是一个子为软剑 一把有一点软度的剑 你说这个剑是软软的 怎么打 怎么比武呢 这就要靠他的内力了 因为他武功很高强了 所以他可以用一把软剑 照样把别人打得落花流水 可是到了他四十岁之后呢 他又不用这把软剑了 他用一把叫做玄铁剑 这把玄铁剑呢 基本上不是一把剑 它其实是一个铁棒 因为他这个铁 这个玄铁剑呢 他旁边完全没有锐利的尖角 它的前面也不是尖的 它前面是圆的 这根本就是一个铁棒 你说铁棒怎么跟人家比武呢 人家的剑是多么锐利啊 一砍下来 这个铁棒早就被切为两段 可是因为独孤求败 当时候的武功越来越高强 当他使用玄铁剑的时候呢 他靠的不是这个剑的锋利 而是靠的自己的内力 他是用自己的内力 让这把剑呢 变得无坚不摧 别人的宝剑碰到玄铁剑 马上就被砍断 这是他第三把宝剑 可是后来独孤求败的武功 练到一个最顶端的程度呢 他连玄铁剑都不用了 他改用什么剑呢 他改用一把木剑 你说木剑 木剑怎么比武啊 就不过是木头嘛 这怎么跟人家比武呢 没有错 木剑一点都不锋利 可是因为独孤求败当时候武功已经高强到一个程度 他只要拿着这把木剑就可以打败敌人 甚至他用内力来使用这把木剑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别人的宝剑都削铁如你给砍断 所以那时候我读到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这一段描述的时候呢 我就有一个心得 原来武功的高强的程度呢 跟他使用宝剑的锐利程度是成反比的 当武功越强的时候呢 他就越不需要宝剑 当武功强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 他就只要一把木剑就好了 他只要一把木剑就可以把敌人杀得完全的崩溃 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想到 当我信主了以后呢 我来比喻一下说 如果上帝就好像是宇宙第一大高手好了 假如上帝是第一大高手的话 那上帝需不需要一把宝剑才能显出 他有多厉害 他的能力有多大呢 我们刚刚讲过 能力跟宝剑的锐利度是成反比的 上帝宇宙的第一大高手 他不需要一把宝剑来显明他有多厉害 他需要的是一把可以让他随心使用的木剑 就可以彰显他的大能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人是一把木剑的话呢 我们要的不是有多锐利 多么锋利 而是上帝要让上帝可以全然的随心使用 这把木剑在上帝的手中就会发挥最大的能力 弟兄姐妹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 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因为我们原本的天然的观念 我们会认为软弱跟刚强是相对的 是互斥的 是不相容的 可是从保罗说 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 我们发现在保罗的观念里面 软弱跟刚强不但不是冲突互斥的 而且甚至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怎么说呢 因为只有当我们发现我们是软弱的时候 我们才愿意全心甘心乐意的投靠上帝 所以软弱跟刚强这两个不但不互斥 而且是一体两面的 怎么说呢 软弱的是我们 刚强的是上帝 只有在软弱当中 我们才能够甘心乐意的全然被上帝使用 上帝就能在我们这个软弱的器皿当中 显明他的大能 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圣诗的作者 叫做Fanny Crosby Fanny Crosby呢 他是一位盲眼的人 他从小六个礼拜大的时候呢 因为医生的误诊 所以他的眼睛就失眠了 而Fanny Crosby呢 他长大了以后写了很多的诗歌 包括我们今天都还在唱 都还耳熟能详的诗歌 比如说 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 是他写的 比如说 十字架十字架 永世我的荣耀 也是他写的 而这个盲眼的女诗人 他为什么可以写出这么多的诗歌来呢 因为当他眼睛都全盲了时候呢 他的爸爸很早也过世 所以他妈妈就只好把他交给祖母来照顾 而他的祖母呢 是一位非常敬虔爱主的姐妹 从小呢 就对Fanny Crosby呢 讲很多圣经的故事 所以他也很喜欢听圣经里面神的话语 可是他慢慢会长大啊 那有一天他自己想要灵修 想要读神的话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圣经就算摆在他前面 他也看不见 他是眼瞎的人 那怎么样可以读圣经呢 弟兄姐妹 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讲 我们要读圣经 我们要灵修 是一个多方便的事情 我手机拿起来 我云端连上去 马上就可以找到神的话 可是Fanny Crosby 连一本圣经摆在前面 他都没有办法灵修 他都看不见 那他要怎么办呢 他后来想到只有一个办法 他可以好好的来思想神的话 来灵修亲近上帝 什么办法呢 Fanny Crosby的办法就是 当别人读圣经给他听的时候 他就努力把圣经给背下来 别人讲一句 他不是听一句 别人讲一句 他是背一句 背背背背背 背到最后 几乎整本圣经都要背下来 弟兄姐妹 我们会觉得很纳闷 我要背几节经文 哇就觉得头脑快爆炸了 他怎么可能把整本圣经都快背下来了呢 难道是Fanny Crosby比我更有智慧吗 难道是他比我更聪明吗 他的记忆力比我更好吗 所以他能把圣经背下来 弟兄姐妹 不是的 Fanny Crosby能够把整本圣经背下来 不是因为他比我们更聪明 不是因为他比我们记忆力更好 也不是因为他比我们更刚强 那为什么他能够把整本圣经背下来呢 他背下来的秘诀 是因为Fanny Crosby比我们更软弱 他知道自己的软弱 他知道自己的缺陷 他知道自己是眼瞎的人 他看不见东西 所以他唯一的一个办法 就是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 把神的话牢牢的记在心中 结果他不但把整本圣经都背下来 而且上帝就祝福他 让他把这些背下来的圣经消化吸收 最后就化为一手手的感人深刻的圣诗 所以Fanny Crosby一生所写的圣诗 后人统计起来大概有八千多首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发现 他蒙福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比我们刚强 而是因为他比我们软弱 而他在软弱当中全然投靠上帝 全然信靠上帝 上帝就使用他的软弱 成为世人的祝福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最后要来思想 如果你是一把木剑的话 真正的重点 不是你这把木剑有多么锋利 因为木头没有再比锋利的 木头就是木头 那如果你是一把木剑 那真正的重点不是你这把木剑要销得多锋利 而是谁在使用这把木剑 是你自己在使用 还是上帝在使用 如果你把自己交给上帝使用的话 上帝就要让你施展无比的大能 他的能力要透过你这把软弱的木剑施展出来 甚至可以砍断铜门铁栓 让神的大能可以被彰显出来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四到十五节的经文 你这宠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 不要害怕 耶和华说 我必帮助你 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看啊 我已使你成为有快持打凉的新器具 你要把山林打得粉碎 使刚林如同康比 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鲜明的对比 上帝说 雅各你原本是虫 哇 这个虫是何等的软弱 何等的无力 连沙帆都比不上 可是这个虫后来却变成了有快持打凉的新器具 它坚硬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可以把山林打得粉碎 把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山 给打碎掉 为主预备道路 为什么虫会变成这么厉害 这么有能力呢 因为上帝在使用它 上帝在使用雅各 上帝在使用你 上帝在使用我 我们这个软弱的器皿 我们这个像木剑 像虫一样的软弱的器皿 一旦交在上帝的手中 上帝这位天下第一 宇宙第一的高手 就会使用我们来成就他的大势 他的能力要透过我们这个软弱的人 彰显的完全 所以我们最后做一个结论了 基督徒如何面对软弱跟刚强 基督徒如何面对软弱跟失败呢 我们不是像世人一样 失败是成功之母 把失败当作成功的垫脚石 不是 我们有一个更美好的应许 就是像保罗所说的 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刚强的软弱者 照着我们自己的本性 我们是软弱的 但是照着神的能力是刚强的 软弱的是我们 刚强的是神 同时我们怎么面对到我们生命当中 许许多的失败跟挫折呢 我们要像施洗约翰一样说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我虽然衰微 我虽然失败 但是上帝必定兴起 上帝在我失败的地方 要彰显他的得胜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成功的失败者 successful loser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刚强跟软弱 我们要做一个刚强的软弱者 做一个成功的失败者 让我们自己透过三个步骤 三个阶段来面对我们人生当中的软弱失败 第一 我们要在试炼当中看见自己全然软弱 第二 我们要在软弱当中来全然投靠上帝 第三 我们要在软弱当中全然让上帝来使用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主日信息 探望主使用你成为他的大能的器皿 虽然你是把木箭 虽然你是软弱的虫 你是像沙帆一样 但是投靠在上帝翅膀的印下 他不但要保守你 护卫你 而且他要使你成为他大能的出口 使你成为他刚成为他刚强的勇士 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 谢谢你 聆听今天的信息